《動作電影》 《動作電影》在全世界來說 已經是一個帶領了我們中國電影的潮流 因為動作電影不需要太多對白 觀眾都明白 全世界最容易看的 如果我們中國電影就是動作 你看以前很多外國電影 都要加入我們中國動作的元素 以後我覺得中國電影一直是帶領動作潮流 西片很多是特技方面 但是在我們本土電影來說 就是動作、武俠、拳擊 大家全世界都在學我們的東西 動作指導其實有分幾種 我們現在用的名字應該是動作導演 有一種叫做武術指導 武術指導是完全要聽導演的意思 動作導演就是要處理一部電影的設計 不是單一場 整場戲的起承轉合 不論是動作的打的或是紋氣的 你都要整個處理了 做甚麼? 做甚麼? 看電影 過來 看出來 每一個指導或者每一個導演 最重要就是他要有個人風格 你有個人風格 觀眾就知道我今天要看誰的東西 我要看比較飄逸的 我就要找程小冬看程小冬的戲 當然是說我們要不斷地更新 不斷地想一些新的設計出來 你才可以吸引到觀眾 如果不是覺得觀眾會看 看來看都是那兩樣東西 那就過時了 觀眾不會再來看 一部好的電影出來 不只是我一個動作 或者一個武術 那你當然也要有好的導演 這個最重要的 還有有好的美術 好的攝影師 你全部大家合起來 才可以有一個完美的畫面出來 尤其是我拍的東西 我喜歡比較思義 你思義一點 你就要有好的攝影 你就要平時開會 你也要跟攝影師說畫面構圖 還有有好的服裝 好的布景 配合整個感覺 你才可以出到最好的東西 我們一般跟導演合作 其實他們會給很大的自由度 因為有時他提供了他們的想法 我們會照他的想法 會更加去想多些 或者想得更好給他 他才會服你 他才可以聽我們的意思去做 所以說我們在每一次合作間 首先我就要順著他的方向走 他要的元素 我們會再加到我們的特場 我們的最好的東西放內給他 有時說你拍那個角度 或者你要出拳 或者那個力度 哪個畫面上令到他更加有力 哪個畫面上令到他更有思義 例如我們拍動作片叫做武器文化 那怎樣為之武器文化呢 那你就說你在動作中 你也要交代一個劇情 交代那個情節少少 你起碼才有一個感情位 要不然你由頭打到尾 那就變得很乾 將來我覺得我們的亞洲市場 會比美國慢慢好 因為你看現在美國 他都走來我們中國市場 在這裡想說分一杯筋 但是就說在我們的動作 市場來說 始終都是我們稱王稱霸